大家好,我是叶子 咱们今天来分享孩子非常喜爱的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古老肉可以用肥肉,也可以用瘦肉来制作 这里我们选用瘦肉来做 先把瘦肉改刀切成一纸宽的后块 然后再把它切成粗细均匀的肉条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肉块不用切得太大,这样便于成熟,已入味 今天的瘦肉是冷冻过的,稍微要把它清洗一下 比劲后控干水分,开始腌制 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生姜和葱段 加入一勺的食盐增加底味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把肉丁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把它拌制到略微有一些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这样可以让它的肉质做出来更加的嫩滑 把肉丁在盆中拌制到顺滑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先把它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先在里面加入两勺的土豆淀粉 再加入半勺的面粉 加入5克的泡打粉 再加入一勺的食盐搅拌均匀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添加清水 把面糊调制到顺滑细腻酸奶的状态 面糊的水不能太多以免挂不住户 拌匀后在里面加入两勺的食用油 然后再次把面糊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拌匀后先放一旁饧发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半个菠萝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菠萝丁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肉丁经过腌制后 先把里面的葱段和生姜片挑出来 然后再把它倒入到饧发好的面糊中 把肉丁在面糊中先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尽量把它的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 拌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大半碗的清水 先在里面加入四勺的橙醋 加入一勺的生抽 加入一勺的料酒去腥 加入半勺的食盐 再加入两勺的白糖 然后加入两勺的番茄酱 接下来把碗汁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至碗中没有颗粒的状态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烧制到四成热 滴一滴面糊在锅中能够迅速的漂浮起来 这个时候再把裹好面糊的肉丁逐个下入到锅中进行炸制 在放置肉丁的时候不要朝着一个方向以免粘连 刚入锅的肉丁先不要去搅动 先在锅中炸至一分钟 内微有一些定型的状态 然后再轻轻推动 这样在炸肉丁的时候就很容易松散 不会粘连 炸至到定型表皮金黄的时候 再把它捞出控油 等待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这样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酥脆鲜香 把锅中的油温升至到六成热的状态 然后再倒入锅中进行复炸 复炸的时间也要根据食材的大小来决定 把炸制到明显金黄酥脆的状态 然后捞出控油备用 接下来锅中不需要加油 把调制好的碗汁直接倒入到锅中 用大火把碗汁烧开 然后不停地搅动 把料汁在锅中烧制到粘稠顺滑滴落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炸好的肉丁添加到里面 然后快速地在锅中把它翻炒均匀 尽量让每一块的表面都均匀地裹上料汁 接下来再撒入一把的白芝麻增香 把它充分地翻炒均匀后 再把准备好的菠萝丁添加到里面 然后把它在锅中大约翻炒8-10秒钟 让菠萝的表面也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料汁 这样一道酸甜可口的菠萝古老肉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